一万八千八,鸡楼带回家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今年的日内表表展很精彩 我们已经看了一批新款了 但是因为保密协议,现在不能说 就说点能说的 综合最近我们接触的新款万表 大致可以总结出这么一个趋势 万表审美的维度多元化 了解了这些维度,创新就不缺灵感 另外,不管怎么创新 还是市场缩了算 看看下面这一块新表你就瞄懂了 唯一朋友,普华永道的合伙人 业余时间喜欢两样东西 一个是军服,一个是万表 它的收藏里就有百来世 估计是这个品牌的飞机仪表设计 让它中毒的 百来世经典BR03前世表系列 新添了成员BR0392 Diver Black and Green Bronze 换上纤绿色表盘 延续BR03青铜前世表系列的 新篇章,本来是历史并不长 但是这个品牌很会巧戒历史 除了经典的飞机仪表就是青铜 在探索水底世界技术发展的方面 青铜一直扮演的重要角色 人类发现和使用青铜的历史就更早了 石器时代之后到铁器时代之前 够糟的吧 跟法郎有一拼 二战后,宝珀给美国海军做的50群Milspec E就是青铜款 虽然严格意义上是一种青铜合金 但至少可以说明青铜的航海背景和当时防肆性能的首选 过去15年可以说是青铜表的黄金时期 最显著的案例就是佩南海的青铜万表 青铜表大受欢迎的原因或许是美学因素多于技术考量 青铜随着时间会因为氧化而泛起一层铜锈 令万表添加个性韵味 也勾起人们对水底探索历史联想 当然也有喜欢青铜 但不喜欢出现帕蒂娜的 于是出现了青铜金 比如欧米加的海马300青铜金万表 潜水表从性能考虑 比较理想的结构是圆形表壳 主要考虑玄珠式表背 比如老历史的豪式结构 再有就是单向旋转表圈 本来式的初代潜水表也是这种结构 但2017年面世的BR03-92 DIVER 借用品牌代表性的方圆合一表格概念 也就是从战斗机仪表盘 设计揭取灵感 是品牌潜水表风格的一次蜕变 BR03 DIVER Black & Green Bronze 带点新颖复古格调 绿色表盘清晰一读 与青铜表格完美整合 色调与随年月微微泛红的 青铜对比会越来越大的 配黑色香蕉表袋 或者是合成帆布魔术贴表袋 表壳 表壳应该算是多件式表格结构了 多件式表格结构 这里面坑是挺深的 有机会我们单独跟你分享一期 青铜单向旋转60分钟表圈 黑色氧化铝表管 伸缩式旋入表冠 这款新作的性能也可以达到 ISO6425国际认可标准 至少可以潜水100米 机芯是SALITA的SW-EA 限量999枚 机械手表在当下 越来越摆脱计时攻击的局限了 使用一种历史悠久的材质 从令人血脉奔张的战斗机仪表造型 运用多件式表格结构 展现精细的造型 足够的防水能力 再加上限量 至于说机芯嘛 反正从机械性能来说 大家都过关了 至于说精致的做工 那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了 不是所有人都关心的 说说欧米加 上次我们的视频说 极其乐的全套MTMG 能不能实现几何级的增值呢 欧米加在苏福比光拍卖的 11套Monswatch Mission to Monshan Gold 腕表手提箱套装 最终是以440万人民币成交的 拍卖所多 将全部捐业给国际奥比斯组织 国际奥比斯组织 致力于全球范围内 对可预防性盲症的质量 11位幸运的竞拍者 已经把Monshan Gold 腕表手提箱套装收入囊中 11套拍了440万 看一样大家做慈善还是很踊跃的 毕竟这11款腕表 首度以套装的形式出现 特制的Monswatch手提箱 也是首次对外出售 接着说Louis Erhard 这个牌子全新推出两款G-Low小三针款 Excellence Pretty Second Gioche 42毫米款和39毫米款 作为入门款 这两个表大有来头 Excellence Pretty Second 应该算是这个品牌的入门款 但是今年的入门款 使用了一个叫高级制表打磨外化的手法 表盘上展现G-Low工艺 G-Low Gioche 是一种传统的装饰工艺 起源于18世纪 这是一种依靠人手与器械完美配合 才能实现的工艺 高级制表领域的G-Low之父 据说是宝基和Urban Eugensen 百达斐力呢 当年我参观百达斐力表厂的时候 执意要看看3919这款表的G-Low车间 人家说在另外一处 我仍然不依不饶 结果跟当时百达斐力团队结下凉子了 后来赶上跟康老师的恩怨情仇 百达斐力的事情 我知道了就越来越少了 给你一个词摩擦压力 当然江山顿好像是有自己的铸厂G-Low师 总之G-Low是高级制表的工艺 现在Louis Eijer在一个简单款上 突出了G-Low工艺 打造了一个万表欣赏的新维度 简单款高工艺满盘可欣赏 42毫米款是双色调无颜媒激楼 精致的激楼纹 让表盘上有立体感 不同区域使用不同的激楼纹 39毫米款是无颜媒和蓝色组合 其中这个蓝色更有点透明发廊 Gioshe Flanke的效果 但其实没用发廊 用了发廊就不是这个价位了 机芯必中就轻 是SALITA自动机械机芯 品质没有硬伤 打磨嘛 现在主要看外表 所以这个新品很巧妙地迎合了表迷中 对打磨比较苛求 而且想要一款简简单单 但是足够经典 还得容易辨识 甚至让人放大了想象的表款 应该说还是很成功的 价格嘛 18,800 G-Low带回家 前提是你的家给在日内娃 G-Low Gioshe 虽然历史悠久啊 但也失传了 20年前据统计 全世界不到50人回这个手艺 比法郎师还少 最近好像多起来了 而且咱们国内居然也有G-Low大师了 跟国内的法郎大师一样 他们现在接外单 接到手软 你看啊 SALITA机芯 G-Low表盘 瑞士人要你18,800 那么同样的配置 如果咱中国人做的 多钱能接受呢 可以在弹幕里 或者是在评论区 跟我们互动一下 对你有好处 总之 万表审美啊 维度多元化 自己喜欢最重要 最忌讳的是花自己的钱 买别人喜欢的表 最近的新表情况 就先进到这里啊 你怎么想 你喜欢哪一款 你或者有什么问题 或者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另外说一下啊 我们最近跟康老师做的 这个对谈节目 你看了吧 现在啊 可以这么说啊 现在是蜜月期 后面有的是精彩的 关注一下